现在看来这个蒋广山真是有问题 他的钱根本就没被抢 更奇怪的是 他一个人就把四个来抢他钱的小混混 全给收拾 你叫王子明 是 你哥不让那伤势怎么过这 被小剑碰了 碰哪 这是你的病历 上面写得很清楚 缝了六针 刀上 你怎么解释 我 我真就自己碰的 王子明 我告诉你 我现在让你说 是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 我提醒你 十八号的晚上你干什么了 啥也没干啊 你还给我扯 十八号的晚上你们四个人抢了人三万块钱 有这事吗 我告诉你 抢劫是重罪 你自己给我想清楚 我冤枉了 我们就看他从赌场出来赢了钱 想借点 借点 借点 借点怎么回这儿 啥也没抢着 那人太凶了 我哥们刀子别多了 这就是他画的 那有人找什么样子 记不清了 私设赌场 你知道是什么罪吗 胆子不小你们 这个人你见过吗 看清楚 十八号的时候去过你们赌场 他呀 穿着土布拉机的 那天晚上 在我们那儿迎楼对半的 别说你们黑话 对半是多少 就翻了一翻 那他赢了这么多钱 钱是怎么带走的 拿了个布袋装走的 也是他自己带过来的 是谁带走啊 差不多 行吧 先把他带下去吧 我会带走 我们找成人了 你才能处理一下 还没得到 毛玾 他说是小狗 有一点 你是不是 阿尔 现在看来这个蒋广杉真是有问题 他的钱根本就没被抢 更奇怪的是 他一个人就把四个来抢他钱的小混混 全给收拾 这绝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得到的 而且我不是问了医生吗 他说把这个王子明手砍伤的这个人 应该是做个骗子 不会吧 将往上过去的行政规计查出来 除了在我这儿这几年 之前的吧都是一些居住的信息 还不是安全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你给我吧 反正我写的那点是写的 你行吗 我给你拿下 谢谢 you 感谢你